有同学说自己不会画冰棍 这个简单 我教你 用直线切出一个上窄下宽一些的梯形 底端带上一个小长方形代表棍子 边角用曲线修圆润些 带出中间的草莓和猕猴桃的位置 梯形正中间画一个宽一些的距离 靠近左右边缘的稍微窄一些 代表冰棍的凹凸起伏 线格就完成啦 记不住的同学先收藏再继续 咱们这种冰棍的叠色 要注意凹进去的颜色 要比凸出来的颜色深一些 先用红色和嫩黄色叠出草莓的颜色 从边缘慢慢往里面过渡哦 接着来画到猕猴桃 先用到黄色打底 叠加绿色中间的紫用黑色画出来 接下来分别用红色和绿色 过渡冰棍的一些区域 颜色的衔接一定要自然哦 还有一些被冻住的蓝莓用蓝色加深 边缘继续与刚刚的红色衔接过渡一下 最后可以用肉色整体叠加 揉合一下 棍子的部分用到了黄色 肉色和棕色带上投影 最后用提摆液点上高光 微调一下就完成啦 你学会了吗